律师的话给丽萨吃了定心碗 什么证人都不如委托人威尔逊夫人 和威尔逊夫人一起上了访谈节目 丽萨当然知道对方有多么讨厌夏小兰 原来蒙德带着女儿参观剧院的那一次 威尔逊夫人就给了蒙德暗示 这都是丽萨后来才得知的 所以这件事 本来就是威尔逊夫人和蒙德两人联手的报复 一个普利兹克建筑讲得主 一个方案委托人 这两个人说话的分量 能秒杀下小兰找来的一切证人 丽萨难难道 你要怪也不能怪我 是你自己行事太让人讨厌 得罪了他们 她不过是被推到台前的幌子 蒙德和威尔逊夫人需要她来打这场官司 丽萨要承担风险 也会收获好处 事到如今 她可真没有退路了 基辛格的采访箭报后 可不仅是丽萨这边有反应 协会总部也十分无语 他们虽然同意派人去华国 看着夏小兰做博物馆设计 却尚未对外公布 更没有想过要和蒙德道森彻底翻脸 蒙德可是评审团的副领导 尽管做了一些让协会总部恼火的事 依旧是协会的一份子 也是协会近几年比较活跃的门面人物 谁知道基辛格不管不顾 把一切都捅到了记者面前 她可真敢说 她还为协会保留了一点颜面 将蒙德和丽萨的所作所为 和协会区分开了 难道我们还要感激她吗 好吧 感激是不至于 但说要责怪基辛格 好像也没什么理由 基辛格的咄咄逼人 是因为她承担了太大压力 蒙德的确太霸道了 做事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 是的 基辛格只是GMP事务所的纽约合伙人 不是GMP的创始人 在建筑领域的成就 远不如蒙德 把两人放在一起比专业成就 基辛格是输定了 当了GMP合伙人的基辛格 已经脱离了一个普通建筑师的范畴 她还是一名商人 商人注重利益 丽萨在电视访谈上的指责 已经侵犯了基辛格的利益 如果丽萨打赢了官司 又站在舆论上风 GMP事务所为了公众形象 可能会选择踢走这名合伙人 这种情况下 基辛格会做出激烈的反抗 也并不奇怪 这时候 协会总部抱怨过基辛格的冲动后 又觉得很庆幸 幸好 他们在开庭前已经做出了决定 不管官司是舒适营 协会都为挽回自己的声誉 做出了积极努力 官司是舒适营重要吗 协会永远是公正的 是有影响力的 这场官司 可是好好替他们今年的超新星建筑师 奖项评选做了宣传 就像公关公司说的 将不利情况转化为有利局面 一时放下面子去亲民 才会收获更多的面子和礼子 协会才是最大的赢家 大赢家窥然不动 从此刻起 要站在中间立场 不偏不倚的等着官司出结果 有记者采访 他们也不推掉 说的都是套话 反正协会是没有错的 他们也在等法院判决结果 如果法院判断作品是夏小兰的 他们会向夏小兰道歉 不管怎么说 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更大的宽容 给他们机会 丽莎有一句话说的没错 女建筑师想要出头很不容易 协会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女建筑师 展露头角 不仅是女建筑师 任何有才华的新人建筑师 都需要被肯定 这就是协会举办超新兴建筑师 评选的原因 接受采访还不忘打广告 不愧是请过公关公司的 花过钱 就是提升了公关水平 除了这些套话 别想从协会嘴里听到一句真话 他们对丽莎 对夏小兰 对蒙德 对所有人的看法 通通不偏不倚 这也是公关公司教的 在法院判决前 千万不要公开站队 谁也不知道法官会怎么判 运气不好站到了书家那边 判决结果一出来 协会可能就要被打脸了 去康奈尔大学采访的记者 倒是很有收获 只是收获的方向 并不是像基辛格预料的那般 夏小兰的个人资料被起底了 原来 大家只知道是一个华国学生 把丽莎告上法庭 听说这个华国学生很有背景 又或者是靠美色周旋在夜内大佬身边 才能获得种种特权 这些都是猜测 留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丽莎肯定不会在公开场合这样说 偏偏又传的到处都是 是什么样的背景 又是什么样的美色 记者们在康奈尔大学拿到了夏小兰的照片 她在学校活跃 参加过一些派对 又怎会不留下几张生活照 是的 从照片上看 这个华国女学生 真是非常漂亮 有人说 建筑是凝固的艺术 同样是做建筑设计 结构设计和外观设计 并不完全一致 但又有重叠的部分 结构设计算是工程类 外观设计 似乎又能归于艺术类 这一点 就连开设建筑设计这门专业的院校 都难以区分 但把丽莎和夏小兰摆在一起 丽莎显然就是那种灰头土脸 做结构设计的女建筑师 夏小兰则明显更适合做外观设计 成为工作更轻松 还容易上杂志上报纸 受到客户追捧的明星建筑师 与之道理相同的 为似长得好看的推销员受欢迎 长得好看的律师 更受客户信任 长得好看的厨师 能成为明星主厨 好吧 这个世界真是对普通人充满恶意呢 拿到夏小兰的照片 那些传言 居然还挺有可信度 教授们喜欢她 学生们喜欢她 有钱商人喜欢她 为了讨好她 要赞助一个建筑设计比赛 就连去事务所实习 合伙人也偏向她 真是完美的逻辑链啊 尽管受采访的学生 能给记者讲讲夏小兰 与道森一家的恩怨 记者们却发现了更重要的东西 根本不愿意听学生们讲的 媒体从来不是据实报道 观众们能接收到什么信息 都是媒体人筛选过的 他们认为自己是附和观众和读者的心理 却直接阉割了观众读者们的知情权 我们愿意给你们看的 引导你们看的 就是你们想看的 大部分普通人 就是这么好愚弄摆布 宁雪看到报纸上刊登出夏小兰的生活照 各种毫无根据 含糊其词的猜测被写成了报道主要内容 真正关键的内容却不见踪影 向来淡然的脸上 笼罩着一层寒霜 夏小兰到底在搞什么 不是说已经到美国了吗 开庭时间退市也就算了 还任由这些报纸乱写 熟悉夏小兰的人都知道 她不是一个乐意受委屈的人 吃亏可以 对合作伙伴大方 这种吃亏并不是真的吃亏 资猪毕竟只能攒小钱 成不了大气候 跟着你的人都发不了财 谁还真心替你办事 有一部分利益 本来就该舍去 这样的亏 夏小兰自己都不在意 但受委屈就不行了 宁雪也算对夏小兰有了解 她啥时候受过委屈啊 该怼谁就怼谁 从来不手软 记啊够不够傲 要和夏小兰在商场上较量 夏小兰都不用亲自出手 Luna是交给合伙人在管 就把纪亚的Elegance给挤兑媒了 听说Elegance被银行没收后 夏小兰还打算买下她 纪亚如今在港岛的青山医院养病 宁雪觉得 这对纪亚来说 已经是非常好的结局了 如果不是被医生断定为精神病患者 纪亚和夏小兰那个赌约就要执行 在长安大街跪着道歉 这样的事发生在纪亚身上 是在将她处以急刑 所以和丽萨的官司 夏小兰又怎么愿意受委屈 身为半个当事人 宁雪自然也明白事情的缘由 夏小兰原本有资格评选 今年的超新兴建筑师奖项 蒙德道森衡插了一脚 宁雪没有幸灾乐祸 她同样很生气 一个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 心胸竟如此狭窄 真不知这样的人 是如何设计出令人震撼的作品 可见天赋能力和个人品德着实无关 夏小兰倒霉 就倒霉再出头太快 蒙德没对她下手 是因为她暂时还在康奈尔大学 并未真正踏入纽约的建筑圈 但小心眼如蒙德 在对付了夏小兰后 又岂会放过她呢 宁雪无所畏惧 她是不明白夏小兰的应对 这样任由报纸乱写 实在不像是夏小兰 这人应该是强势的 打得敌人嗷嗷叫的 而不是默不作声 乔纳森也放下报纸 道 按照美国的司法程序 推迟开庭时间只有一种原因 发现了新的证据 既然是夏的律师主动申请延期 我想 这对她是有利的 这些记者是真的讨厌 一个人的外貌不是自己能选择的 专业上的成就 并不会因为长得好看 就能少付出一点汗水 真是胡说八道 难道康代尔大学建筑学院 是仅仅凭长相就能申请到了吗 这又不是什么表演学院 在夏小兰从麦卡西手里 拿到A加成绩后 乔纳森就知道 对方的专业水准有多厉害 或者说在CW设计大赛上 夏小兰带着戴希几人 做出来的电子广场 就已经证明了她的实力 现在这些报纸 否认了夏小兰的专业成绩 将她的成就往桃色绯闻上扯 说她能获奖 是因为CW设计大赛的赞助商 要讨好追求她 这是对夏小兰的侮辱吗 是对所有参赛学生 对评委 对康代尔建筑学院的侮辱啊 乔纳森也不会承认 自己是被一个只有脸蛋的花瓶打败 他就不应该只告丽莎 他应该连蒙德道森一起告 我愿意做证人 当然她的证词 可能没办法成为有效的证据链 但做点什么 总比什么都不做强 因为太气愤 乔纳森也顾不上前女友海地会怎么想了 蒙德这次是对付夏小兰 下一次就是对付宁雪了吧 这样一个品德败坏的人 居然能在建筑领域有那么高的影响力 让乔纳森觉得很恶心 我也希望你说的对 我们要做点什么 乔纳森 我们一起去纽约吧 不是退市到8号开庭吗 虽然说那天不是周末 宁雪也必须要去纽约 去纽约做什么 想想那些名流打官司 法院外有许多举牌支持者 按照丽莎上了电视访谈节目后的人气 以及这几天媒体对此案的报道 宁雪觉得开庭那天 法院门口肯定会有不少丽莎的支持者 那夏小兰呢 如今可是被黑得够呛 谁来支持她 宁雪决定要站出来组织一下 她要问一问建筑学院谁愿意去 或者也该问一问纽约的华国留学生 这都是什么鬼报道 蒂娜将烦心的报纸扔到一边 一场著作权官司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关注呢 说真的 蒂娜没怎么想明白 要知道那些好莱坞明星 想要博得媒体关注 也要时常下一点猛料 男明星不断坏女朋友 女明星不断结婚离婚 谁谁谁又被曝光吸毒了等等 要想维持媒体热度 多难啊 夏小兰和丽莎的官司 简直是陷入了蒂娜百思不解的怪圈 好像从丽莎上了电视访谈节目 一切都失控了 总觉得是有人暗中在操控着舆论 会是辛西亚阿姨吗 蒂娜不愿意这样去想 可辛西亚回到美国 就跟丽莎一起上访谈节目 蒂娜又不是瞎子聋子 完全看不见这点 尽管辛西亚在节目上 没公开说夏小兰侵占作品 但那些话还是非常有指向性 所谓上流社会的说话艺术 蒂娜虽然不精通 好歹也是学过一些 不管怎么说 她从前也是洛杉矶市议员家的女儿 辛西亚阿姨的所作所为 和在南海酒店时 像她保证的并不一样 这样蒂娜很不舒服 她当然知道辛西亚阿姨讨厌夏小兰 直白告诉她 绝对不会帮夏小兰不行吗 却要说那些含糊不清的话 让她误会 等等 她为什么会因为夏小兰的事 而产生这样的情绪 蒂娜觉得自己中毒了 可能在奶奶身边学习所谓的规矩 改变了她的思维模式 真是见了鬼了 她现在应该对夏小兰有意见才对 平时表现得那么聪明 连一个丽萨都对付不了 居然推迟了开庭时间 连累她不得不在美国都待几天 蒂娜刚有这个想法 公寓的门铃响了 她通过门口的摄像头一看 是辛西亚 辛勤趣 要开门 又有迟疑 现在她俩不适合私底下碰面吧 一个是原告的证人 另一个是被告的证人 蒂娜也不知自己在想什么 居然没有马上开门 她迟疑过久 辛西亚以为她没在家 在门口站了会儿便离开 蒂娜松了一口气 不用马上碰面最好了 她也不知道要如何面对呢 却不知道辛西亚离开公寓后 就恼怒万分 给老伊万打电话 我问过楼下的管理员 蒂娜明明在家却没给我开门 这可是从未有过的现象 我们明明对她付出了那么多 还是抵不上血缘的影响吧 我看她现在是对我有了不满 我们的计划要快点执行了 我早就告诉过你 关键时刻 不要再关心别的事 你如果不飞回美国准备作证 蒂娜又怎么会疏远你 西西亚 难道你现在连哄一个小女孩 都办不到了吗 老伊万还有一肚子意见呢 女人 不管年龄大小 不管是什么身份地位 脾气一上头就容易冲动 做事不从大局出发 纠结在不应该纠结的地方 忍一忍 以后再收拾夏小兰不行吗 西西亚偏要现在去作证 好像证实了夏小兰侵占别人作品 就能打倒对方一样 太天真了 夏小兰的依靠 根本不是建筑圈的那点虚名 一个人只要银行账户上有钱躺着 比什么名誉都重要 当建筑师又不是夏小兰唯一的出路 说了官司会让她难堪 在老伊万看来 那根本动不了夏小兰的根基 拿到威尔逊家族的财产则不同了 试想一下 如果现在是哈罗德在找麻烦 夏小兰该有多么难受 不管她看好什么生意 都要遭遇挤兑 为了打压她 可以亏着钱和她玩 这样的越级碾压 才会叫她灰头土脸 走投无路 西西亚 现在你还能选择 在法庭上说什么 你要考虑好 我偏不 我两样都要 西西亚握着电话听筒 红了眼睛 我为什么要妥协 为什么总是我在妥协 在你父亲将家业交给哈罗德时 我妥协了 你看看我们现在得到了什么 那时候你就叫我忍 说懂得忍耐 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我不想忍啊 哈罗德刚接手家族资产时 伊万叫他忍 因为哈罗德太年轻 总会犯错误 他犯了错误 就证明不适合掌管威尔逊家族的资产 可忍啊忍啊 哈罗德在管理上不仅没有吃力 反而越来越游刃有余 哈罗德比他和伊万都年轻 等到他和伊万死了 对方还活着呢 这种忍耐和等待 简直让人绝望 西西亚受够了这种感觉 他不想等大局定了再报复夏小兰 他收拾不了哈罗德 难道对付个华国人都要再三考虑吗 破产带给新西亚的压抑 远比伊万想的更多 新西亚寸步不让 伊万也毫无办法 你让我想一想 这或许也不是坏事 你和蒂娜都在美国 可惜哈罗德在华国 如果她也在美国就好了 等等 她为什么不能回美国一趟呢 我记得她之前非常喜欢夏 现在她的公主惹上麻烦 她应该去美国拯救她才对 老伊万自言自语 你的意思是 新西亚一证 你先稳住蒂娜 多制造和她见面的机会 法庭上你想怎么作证都行 总之 既然你们已经在美国 就把这个官司拖得久一点 我想办法把哈罗德也引回美国 这样就要修改计划 但修改后的计划 可能更有成功性 夏小兰将丽莎告上法庭这件事 并不是由她和新西亚安排的 这是一个偶然事件 蒂娜和新西亚分别为原告和被告作证 立场不统一 因为此事有了矛盾 哈罗德反而会降低警惕性吧 老伊万越想 越觉得可行 她现在甚至要赞同新西亚为丽莎作证了 最好表现出和蒂娜有非常大的分歧 所有人都搞不明白 夏小兰要做什么 这两天 报纸上对她的报道都往一个奇怪的方向偏 把毛康山气得头发都炸了 这些人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美国人怎么这样好骗 是谁在背后出钱 买通这些记者吗 毛康山只能将一切都归为阴谋论 温教授在美国生活多年 更了解美国的国情 反而看得更明白 他道 这样写更有新闻价值 难道你以为美国人嘴里喊着平等 他们就真的要和全世界的人一起共享平等吗 当然不是这样 美国人一边骂政府 一边又有种理所当然的自豪感 美国的一切都是世界上最棒的 他们的国力 他们的科技 他们的电影 全世界的人都想移民美国好吗 美国人喜欢听故事 听弱小者打败强大者的故事 这符合普通人的意淫心态 但他们不是要听一个华国女学生 打败美国女建筑师的故事 这太滑稽了 一个华国在校学生 比一个从业多年的美国女建筑师更厉害了 怎么可能 美国女建筑师在行业内再怎么受到歧视 那也是和美国男建筑师比啊 华国女学生拿什么和美国女建筑师比 那岂不是说明 华国人的教育更好 华国人更聪明 怎么可能呀 世界上最好的一切都在美国 媒体们当然知道美国人在想什么 记者也有这样微妙的心理 为了新闻的轰动性 为了他们自圆其说的逻辑性 媒体们觉得这种欺辱点 才是符合逻辑的 毛康山气得发抖 以她的脾气 恨不得冲到那些混蛋面前 和他们对骂 小兰已经两天不见人了 她到底在干什么 毛康山了解自己的小徒弟 夏小兰可从来不会认输 也不是什么瘦气包 正在这样想着 夏小兰就现身了 她身后还跟着一个人 穿一身亚麻色的西装 戴着个帽子 手上还提着个箱子 你这丫头 哎呀 老师您别生气 我回了一趟伊萨卡 我给您介绍一个人 我在康奈尔大学求学期间 非常照顾我的麦卡锡教授 有外人在 毛康山才没揍人 夏小兰居然把麦卡锡带来了 毛康山知道这人 是出了名的眼力和古怪 还想让小兰留在康奈尔大学 这个人是要和她抢徒弟吗 想要从她手里抢人 毛康山是绝对不能忍的 心里这样想着 身体却比大脑更诚实 她已经主动伸出手 换了一张笑脸 经常听小兰提起你 麦卡锡教授 没想到我们会在这样的场合见面 谢谢你对小兰的照顾 麦卡锡同样在打量毛康山 哦 就是这个华国老头子 夏小兰真正认可的老师 不想留在康奈尔 死活要回华国 就是因为这个老头子 能教给他更多专业知识吗 两个臭脾气 第一次见面并没有惺惺相惜 说真的 他们彼此都能感受到那种天然的排斥 但两只手还是交握在一起 此时此刻 他们怎么看待对方不重要 他们都只有一个目的 让夏小兰赢得官司 获得她该有的荣耀 同类相斥 一片领地里 是不允许两只雄狮同时生存的 他们短暂的和谐 是为了爱护更小的狮子 麦卡锡和毛康山短暂握手后 就切入了正题 两人都很讨厌蒙德 也觉得媒体莫名其妙 说到最后 两双眼睛一起落在了夏小兰身上 8号开庭 你有信心吗 有 那姑且就相信她吧 虽然谁也不知道她在搞什么 明在替你奔走 她在康纳尔建筑学院 募集了很多学生签名 开庭那天 愿意去声援你的学生不少 她还想找到在纽约的华国留学生 如果你有什么计划 或许应该告诉她一声 麦卡锡教授说到 夏小兰点头 我知道了 教授 其实大使馆那边也联系过我 他们也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这是她到美国的第二天 就收到的帮助 大使馆那边也怀疑过 埃里克的能力 询问夏小兰是否有更换律师的打算 这两天媒体的风向不对 这个建议大使馆提了第二次 夏小兰都蜿蜒谢绝 表示自己信任埃里克的专业能力 要不是遇到这种事 夏小兰也感受不到自己的人格魅力这么大 说人格魅力把一点夸张 至少她做人比自己预想中更成功一点 比如 同在纽约留学的宋明兰 就辗转联系上她 对她的懦弱进行一番冷嘲热讽后 问她是不是需要帮忙 宋明兰还反复强调 是看在大家都是华国同胞的份上 不想看她这么怂 被美国女人欺负 宋三小姐这是越描越黑呀 夏小兰也没有揭穿对方 直言有需要帮助时会开口 算是成了宋明兰的人情 更叫夏小兰意外的是 关慧娥主动给她打电话 关慧娥不知道从什么途径 得知了美国这些报道 那些说夏小兰靠刷脸上位的新闻 把她气得够呛 但这次 关慧娥却没有像以前和唐人月飞文上报一般 认为夏小兰做事不妥 这一次 她是在痛骂那些造谣的记者 关慧娥就不太像会骂人的性格 她能做到这样 夏小兰已经非常满意了 这也是旗帜鲜明的支持她 希望她不要被乱七八糟的新闻击倒 她是什么样的人 周家很清楚 不需要别人添油加醋 恶意重伤 最后 关慧娥自己还感叹 如果这时候 周成在你身边就好了 唉 周成在海军陆战旅 前妻完全是封闭性的 根本不知道发生在国外的这些破事 关慧娥都为此感到内疚 优秀的姑娘人人都喜欢 但优秀的姑娘也有各种不容易 人家在需要你儿子时 你儿子永远有不得已的苦衷 有任务 有纪律 当君嫂 注定要忍受孤独 品尝失落 从这点来说 周成永远都亏欠夏小兰 夏小兰还记得自己当时看了一眼手上的钻戒 笑着告诉关慧娥 伯母 周成一直都在我身边 不管她在哪里 不管她遇到什么事 周成都在 这种在 不一定是要真正见到人 是她的存在 填补了她内心的缺口 她在这个世界上 有了这么多的牵挂 为了这些牵挂 她什么都不怕 夏小兰被麦卡锡教授几句话说的陷入了回忆 这两天各方的声援 让她更有信心打赢官司 我会赢的 我是你们教出来的学生 我要是输了 你们多没面子呀 哼 是美少教 毛康山和麦卡锡不由自主对视一眼 都觉得自己要教的多一些 夏小兰还没去找宁雪呢 刘芬却到了纽约 瞒着夏小兰 一路到了酒店 妈 您怎么来了 您自己来的吗 自己从华国跑到美国 明明让老汤瞒着点 不要让这些乱七八糟的报道传到他妈耳朵里 阿芬同志心里压不住时 肯定会很担忧 没想到阿芬同志这么厉害 自己就杀到了美国 刘芬身后确实没有跟着人 她也不是第一次出国了 一个老实懦弱的农村女人 为了女儿 敢离开夏家开始新生活 不就是来美国吗 上次来过的地方 她一个人咋就不敢再来了 在路上火急火燎的全是担心 真看到了夏小兰 刘芬反而不慌了 我为啥不来 你和人打官司 我来看你怎么赢 夏小兰把刘芬抱住 与奶奶嫌她不独立 要当电灯炮 这么好的妈 让她怎么能独立吗 就是想多年胡下呀 反正她家阿芬同志就是好 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 不接受任何反驳 那您就陪我一起出庭 看我怎么赢她们 一直到4月8号开庭前 丽莎接受过不少采访 夏小兰却从未针对那些报道 做出任何回应 一直是个高调的人 这次仿佛和丽莎的角色颠倒了 戴希等人不知道多担心 可谁也不知道夏小兰在想什么 转眼就到了4月8号 法院门口挤满了人 有记者 也有丽莎的声援者 他们拉着横幅 套着颜色统一的T恤 上面印着一些单词 内容都是向法院请愿 要求法院尽快判决这场荒唐的官司 太荒谬了 明显就是GMP那个合伙人做出来的丑事 为了利益 将丽莎的作品让给了华国女实习生 事情被戳穿了 还有脸将丽莎告上法庭 是的 这几天可不仅是夏小兰火了 吉星格也火了 还有离职的GMP前员工接受采访 侧面证实吉星格有多现实 就是一头为了利益撕咬的血腥大白沙 现在有媒体说 吉星格在担任GMP纽约合伙人期间 为了抢到客户 不惜利用各种手段 包括性贿赂 哪家事务所抢项目不用手段 所有的竞标都是干干净净的 那还是生意吗 是幼儿园小朋友过家家吧 但吉星格倒霉就倒霉在 他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仿佛全世界的合伙人 只有他一个人这样干 等等 别的指控他都承认 性贿赂是真的没有 能进GMP事务所的女建筑师 哪有长相特别漂亮的呀 他们以为那些有钱客户都是傻瓜吗 只要有钱 什么样的女人睡不了 还会因为某个女建筑师 就把委托交给GMP事务所来做 GMP的创始人都要气疯了 这是怎么样的污蔑呀 GMP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靠的事情贿赂吗 吉星格下了车 就想对着那些傻逼述中指 正好 丽莎在律师的陪同下出现了 丽莎俨然成了女权斗士 成了反抗不公平待遇的女性代言人 也是受到媒体欢迎的采访对象 丽莎 丽莎你能对我们说几句吗 你对今天的庭审有没有信心 不能说是信心 是我相信法律的公平公正 吉星格的手蠢蠢欲动 怎么办 他真的好想比个中指 就是这么多媒体在 被拍到这样挑衅的照片 GMP创始人肯定想杀了他 吉星格先生 请问你对性贿赂有什么看法 你接受过性贿赂吗 你是否曾在事务所竞标中使用这一手段 丽莎 你赢了这场官司后 会将合伙人先生告上法庭吗 吉星格先生 你对今天的庭审 Fuck 谁说丽莎就必赢了 吉星格被记者包围着 却忍不住四处张望 马上就要开庭了 夏小兰怎么还不来 真是让人着急 如果夏小兰临阵脱逃 吉星格发誓 自己一定要 哼 反正她不会放过夏小兰的 有记者发现了 吉星格的心不在焉 你是在找原告吗 庭审时间就要到了 原告怎么还不出现 可能是胆怯了 记者们窃窃私语 这些话被丽莎的声援者听到 人群中响起大声的欢呼 吉星格越发不安 夏小兰该不会真的不来了吧 一辆黑色轿车 静静停在远处 车上坐着蒙德道森 和她的女儿海蒂 蒙德没有当着众人的面现身 如果今天的庭审对丽莎不顺 她也会出庭作证 这根本不在蒙德的计划中 原本是很小的一件事 她一个普利兹克奖得主 自将身份和一个华国学生计较 赢了也像输了 可这个华国学生 确实有点超出她的意料 对方不愿意吃这个亏 并且还有许多支持者 情况比她想的要严重些 特别是吉星格那个疯子 很维护夏小兰 还在记者面前乱说 记者跑去伊萨卡采访 她费了好大功夫 才转移了记者的注意力 海蒂一看探宣闹的法院门口 又看探父亲蒙德 欲言又止 你想说什么 蒙德开口 不等海蒂回答 她又自言自语 如果你够争气 我就不用做这么复杂的事了 今年有个超新星建筑师 比赛你是知道的 我本来打算让你今年设计一个作品出来 明年参加评选 现在却有点麻烦 今年这场官司闹得这么大 明年肯定有很多双眼睛看着 父母是藤校毕业生 孩子继续上藤校 父母是银行家 孩子混华尔街 父母是大律师 孩子上法学院 前人累积的资源 不就是要让后代使用吗 天然的优势不利用 要赤手空拳和别人比拼 才是大傻瓜 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得主 他的女儿不继续搞建筑 蒙德奋斗了这么多年的积累 就全部浪费了 怎么才叫利用资源 蒙德的名气 他在这个圈子里的人脉 随便分一点给海地 都足够他比同龄人领跑十年以上 多拿几个新人奖项 他就是出名的新人建筑师 这是蒙德给女儿海地安排的路 他为什么要打压夏小兰 可不仅是一点小恩怨 夏小兰和海地曾是同学 他们年龄相仿 性别相同 建筑圈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女建筑师想出头有多不容易 蒙德比任何人都清楚 如果海地的才华和夏小兰相当 蒙德会让海地去拼 但海地的天赋如何 蒙德同样清楚 有夏小兰在 甚至是那个叫宁雪的女孩子在 海地想出头就更难了 一片夜空可以有许多星星 却只能有一个月亮 海地只是星星的水平 还是那种光芒不够闪的星星 强行把它包装成月亮 除非真正的月亮不见了 这些话蒙德是不可能对海地说的 但海地能猜到几分 他 他不知道说什么 他的不够优秀 已经让父亲很失望了 他又能阻止父亲做什么呢 海地视线茫然 落在了法院门口 陡然 他的视野里出现了一些小黑点 那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没有大声呐喊 没有像丽萨的声援者一样 扯着标语 穿着统一的服装 一群人从街角走来 不紧不慢 没有人说笑 静默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叫人不容小觑 是他们 海地已经认出了其中的一些人 是康奈尔大学的学生 建筑学院的好多人 他都有几分眼熟 还有许多陌生的面孔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他们都是黄皮夫人 有华国留学生 还有唐人街的华人 为什么 华国学生就不能和美国女建筑师打官司 法院还没做出判决 这些声援者 报纸和电视台的人 就能代替法官宣判吗 周怡走在人群里 不断小声对着她打黑工的餐馆老板娘洗脑 他们就是欺负华国人 以为华国人个个都笨得很 以为我们在国外不团结 夏小兰绝对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 她说那个百宝会剧院是她设计的 那肯定就是她设计的 她又不缺钱 要不是她设计的 吃饱了撑的来美国和人打官司 周怡支持夏小兰的角度 也很清奇呀 夏小兰有钱没时间 不在乎打赢官司的一点赔偿 打官司浪费时间 被人偷了作品 气不过才会花时间打官司 所以一定是夏小兰有理 真是完美的逻辑 人群中 齐卫在偷偷翻白眼 就周怡这逻辑 还想上法学院 律师和法官讲证据 周怡将来要和法官讲感情吗 人群里还有宋明兰 夏小兰不要她帮助 想了想 宋明兰还是以留学生的身份来了 这一次 基本上在纽约州的华国留学生都来了 不管认不认识夏小兰 就连讨厌夏小兰的韩锦 也跟着陈青来了 大家心里都明白 遇到这样的事 在国外的留学生不团结 这次是夏小兰吃亏 下一次就换他们也说不定 这次 他们不站出来为夏小兰摇旗呐喊 下次轮到他们倒霉时 别人也不会站出来的 这群人慢慢走到法院门口 和丽萨的声援者对立而战 气氛太严肃凝重 有个记者忍不住询问 你们为什么来 乔纳森往前站一步 我们是康奈尔建筑学院的学生 我们相信自己的同学 相信他的人品和才华 我们为了法律的公正而来 我们是华国留学生 我们想问一问 华国学生怎么就不能设计出好的作品了 我们是唐人街来的 希望法庭公正判决 不要每次都先入为主 其是华国人的能力 静默的人一旦发声 那就根本压不住 记者们都在站立 今天绝对是大新闻 这么多人支持夏小兰 可夏小兰人呢 丽萨那边的声援者在嘲笑 你们相信的人 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马上要开庭了 他人呢 害怕了吧 知道要输官司 不敢出现 可惜了 还有一群傻子在维护他 法院门口一阵喧嚣 忽然头顶有螺旋桨的噪音传来 所有人都忍不住朝着天上看 直升机下面吊着个大箱子 忽然打开 哗哗哗掉出一大堆纸和照片之类的东西 漫天飞舞 这是什么呀 有人抓过一张东西 却是一幅图纸 居然是建筑图纸 全是建筑图纸 是方案设计稿 喂 未未 大家能听见我说话吗 对不起 我来迟了一点 因为这几天所有纽约媒体对我的关心 我感觉很开心 所以想为大家准备一点小礼物 哦 忘了介绍自己 我就是本案的原告 来自华国的夏小兰 很高兴认识大家 声音好像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 因为法院门口有许多人汇聚 自然有警察在维持治安 可警察也不知道夏小兰认在哪里啊 丽莎抓过一张从天而降的纸 上面印着的居然是她的作品 是她很多年前的毕业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